Hello各位朋友你們好 今天是2月13日 老公帶我來位於機場附近Delta酒店 裡面的銀杏日本料理Kinko 我們來預祝情人節 這間日本料理聲稱是 全多倫多最老字號的一間日本料理 他開業於1984年 老闆在70年代已經移民來多倫多 本身是一個很出色的劍道老師 之後他投入開了一間日本料理 他學的日本料理是來自他媽媽的 一個自學的廚師 我們就訂了他們 今年2023年 情人節期間限定的 Valentines Omicase 就要一日之前訂的 由2月13日至2月15日都會供應的 我們訂好位來到 我們已經點了菜了 他遞出菜單說今晚吃什麼呢 就開始上菜了 第一道就是有6個前菜拼盤 8吋 另外就是有碗物、煮物、食事和甘味 玩具話說有頭盤 然後就是有湯 另外就是有一個燉煮的食物 然後就是有厚壽司、五件、Makki卷物 最後就是有甜品的 第一樣我試的就是這個蒸蛋 這個茶碗蒸有銀杏、蝦、帶子和Uni 這個菜是用了蛋黃醬和醋來製作 我們就點了一枝有氣的Sake 比較甜身一點,但很清爽的 這個是浸煮的蝦 它用一些像鯨魚湯的湯汁來浸煮 很入味的 這個是用汁煮的茄子 上面是鴨肝 很入味 很濃味的 這個是鴨胸 它配了一些柚子 然後這個就好像銀雪與西京蕭 也很好吃 也很好吃 它有一個麵豉湯 它是用赤麵豉做的 而且它是用很多蝦肉一起煮的 所以這個湯很濃的蝦味 然後就是它的煮物 就是這個 它這個牛辣骨 是煮了很久很久 很軟 湯汁看起來也很清 不是很肥膩 連著薑一起吃很好吃 它是不得了的 味道呢 看起來很清爽 但是它是很濃味 汁也挺鹹的 先乾杯 祝大家情人之快樂 接著就來到尾聲 它這裡就有五件厄壽司 和三件卷 這個三件卷 就是一個很脆的三文魚皮 配這個青瓜卷 接著五件厄壽司 它就是有拖羅 接著就是用了昆布 葉製過的白身魚 三文魚 它竟然用的是一個煙三文魚 皮用來做Makki 還有鰻魚 還有日本來的海膽 我覺得鴨壽司那方面 比較一般 但是那個三文魚皮的卷 我就覺得很好吃 最後就是甜品 這個就是用枝豆做餡 包著櫻花葉的Pancake 和抹茶的Cooking 這個甜品 日式這個我覺得很好吃 這個Cooking 紅色的朱古力醬 對我來說太甜 整體經驗都不錯 氣氛和服務都很好 食物的味道 不是我吃慣的味道 多了一份好像很舊式 很以前的八九十年代那種感覺 這個回憶很特別 今晚都很開心 聊聊聊聊聊 很快就已經過了兩個多小時了 有機會你們試一下 你就會明白我想說的是什麼 今天和大家分享就是這麼多了 我們看看 飛機 我不知道有沒有告訴你們 我很喜歡看飛機 這裡竟然可以幫我按照 飛機很開心 下次再見 拜拜 1 1 2